歡迎回到新北新聞網 年節將近 區長特別和新北市道教總會 以及漢邦慈善基金會 親自到弱勢的家中送上紅包 而這次是來到了淡水區屯山裡 是一位淡女士一年多前跟媽媽來到淡水居住 帶著國小六年級的兒子生活 自己雙眼因為糖尿病幾乎看不到 因此區長也特別二度造訪送上紅包 年節將近 淡水區公所每年都會舉辦寒冬送暖 關懷弱勢活動 而區長特別與惠新北市道教總會理區長 以及漢邦慈善基金會曾媽媽 親自到弱勢家中送上紅包 而這次來到淡水區屯山裡 區長發現這一位淡女士一年多前跟媽媽 來淡水居住 帶著國小六年級的兒子來生活 自己的雙眼因為糖尿病 引起接近全盲生活極度困難 然後有的是可以躲在那裡一個月 有的你說比較勸勢 他說可以訓練我從自己從這邊有沒有 坐公車然後坐捷運 那個又要學定向 對 結果夏天的來那時候就遇到颱風 困苦的部分就是離婚以後又糖尿病 雙眼又失明 帶著一個六年級的同學 因為他本身夫妻離婚的時候 有協議孩子是由父親來負擔 結果都沒有著落 讓淡女士會這麼辛苦的帶著兒子 申請了公所的補助 低收的補助 但是護了房租以後 就沒有什麼生活能力 那希望說能夠在他無助的時候 我們能夠伸出雙手 大家來幫忙他一下 社區理事長說 他的處境相當困苦 住在租屋處 還得與其他房客來分租 吃飯的廚房居然是用簡單的木板 搭建半室外的空間 生活環境相當不好 因此區長也特別二度造訪 送上了紅包還有暖背 希望可以幫助到他們的生活 雙眼幾乎全盲 帶著一個國小六年級的孩子 在這邊生活 我們在去年的七月就已經通報 它是高風險的家庭 公所當然還有我們新北市政府 也持續可以關心 要過年我們希望說讓他們的生活 能夠更豐富一點 然後有感受到大家的關心 那從上禮拜開始 我們公所也募集了一些紅包 要送給他 那今天我們再次來這邊 希望都帶一些棉被 衣物 食物 那當然也接同我們漢邦經濟會 我們的曾董事長一起 再送一些紅包 來給我們帶女士他們拇指 區長吳宗仁表示 帶水去公所為了照顧生活 較困難的市民 在年節前都會舉辦春節慰問活動 發揚人機幾機的精神 而今年更特別轉正由漢邦 國際慈善基金會所捐助的住景器 還特別與新北市道教總會 理事長謝龍壽 到民眾家裡面去安裝 提升住家安全 而另外居住在屯山的這一位帶女士 區長也希望可以集合社會資源 來幫助她的眼睛病情 並且輔導她學會遺跡之常 改善生活環境 記者許多安一帶出採訪報導